你见过这么离谱的警察吗 拿起打火机 掰下来一个铁片 对着自己额头就开始滑拉 嫌疑人都看懵了 鲜血流了一长溜 这还不算 从地上拿起一根钢管 用衣服擦了擦 然后递给嫌疑人 嫌疑人之所以被殴打 仅仅是因为他看似平没点赞 警察叫老李 别看对犯罪分子这么凶狠 其实是一个特别善良 有正义感的男人 听到顺风车司机老裴 说起自己经常被人拖欠工资 心生同情 留下自己的名片 还给他的儿子零花钱 正是这个行为 让他卷入了一个大麻烦里面 老李正在食堂打饭 接到一个电话 正是裴司机的儿子打来的 老裴从楼梯上摔下来 住进医院 小裴从老裴的钱包里 找到他的名片 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老李以为只是个 普通的意外事件 警察同事已经定性 为讨薪导致的自杀 不料小裴突然透露 父亲临死前 被盛进公司的人殴打 老李意识到 裴司机可能并不是 简单的跳楼 很可能是一起谋杀案 警察的正义感 让他无法对此置之不理 他决定要找出真相 来到盛进集团的办公楼 却被公司的工作人员阻止 眼睁睁看着 拖欠工资的二十组溜走 他回到医院 正看到盛进集团的 崔长武在 威逼利诱陪司机的妻子 他上去阻拦 对方反而让他小心一点 上去找对方理论 却被警察同事拦住 他生气地质问同事 你是不是收了他的黑钱了 然后反手就是一套接话法 警告同事 可以没有钱 不能没尊严 别带着手铐 做一些没有尊严的事 为了阻止老李 继续追查下去 崔长武还找到他的妻子 送上一个豪华包包 包包里面有一摞现金 正好可以帮他们还房贷 但是他的妻子 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抵挡住了诱惑 对着崔长武一顿冷嘲热讽 妻子来到警局 对着老李就是一顿臭骂 说好的结婚之后 互不干涉对方的工作 盛进集团的人 过来找我行贿 你赶紧解决一下 老李被妻子骂得哑口无言 暗暗发誓 定要将那些混蛋捉拿归案 从来没见过 这么变态疯狂的富二代 女明星好端端坐着 他抓起食物就往人家衣服里塞 还把食物糊到另一个妹子脸上 跟拳击教练打拳 故意掰断别人的腿 趴着听属下汇报工作 还怂恿黑狗去咬女下属 下属害怕得赶紧往后躲 养了十多年的狗 说打死就打死 就这样他还活得好好的 他叫阿祖 是韩国财阀盛进集团的二公子 他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他下面的物流公司 因为拖欠薪水 运输司机在楼下举牌抗议 他叫来闹事的陪司机 询问欠了多少钱 原来只是欠了420万韩元 这么点钱你就来影响我公司生日 你还讲不讲理了 扔过去两双拳套 让老裴和手下对打 还抓过来陪司机的儿子 进行威胁 老裴是个老实人 不想在儿子面前打架 手下去不客气 对着老裴就是一顿暴打 这下子老裴丢了半条命 拿着用尊严讨来的钱 老裴蹲在厕所里失声痛哭 儿子蹲在外面大声被惩罚表 掩盖父亲的哭声 送走儿子 老裴决定回去讨个说法 不料丢了剩下的半条命 阿祖慌了 阻止了手下的报警 让人把老裴从楼上扔下去 伪装成跳楼自杀 还买通警察 想要快速结案 不料遇到执着的警察牢里 是要为老裴讨回公道 他带着同事来找物流公司的所长胖子 对方是老裴的上司 一定知道真相 一场混乱的撕打之后 胖子被捉拿归案 因为警局里最小的老妖被捅了一刀 同事们异常愤怒 队长亲自堵住监控设想 其他人一拥而上 之前一直态度敷衍的局长 这次因为老妖的受伤出离了愤怒 决定亲自负责这个案件 定要抓到那些混蛋 老李终于满意地笑了出来 很快 局长批准逮捕阿祖 但是这还需要一个理由 阿祖准备跑路去新加坡 不过临走之前 得去天上人间会所放纵一下 他不知道附近已经有众多的警察在蹲守 就等着一会儿去抓他 正在这时 一个姑娘闯进会所 原来是阿祖的女友之一 她怀孕了 想要以此拿捏阿祖 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阿祖的冷血 刚进来就被掐住脖子 拉到镜子前一顿羞辱 女友害怕了 开始对着他撒娇讨好 说只是想让他给自己的广告投点钱 阿祖一听更生气了 我把你当福利机 你把我当提款机 拿起针头就要给他注射液体 此时警察掐着点赶来 还没进去就有一群黑衣人阻止办案 他们在为阿祖争取时间 警察终于解决掉这群小喽啰 阿祖却不见了 老李急忙去追 停车场看到对方 却被一个十分敬业的保镖拦住 韩国的保镖真是敬业 为了雇主 连警察都敢打 老李被保镖扼住命运的咽喉 差点挂掉 拿出手铐 当成指虎一顿杂 终于解决掉保镖 不过阿祖已经开上车跑掉 要说阿祖也是忙 遇到警车拦路 撞过去 遇到警用摩托拦路 继续撞过去 又遇到摩托拦路 接着撞过去 遇到堵车怎么办 还是撞过去 瞎到飞车玩家看了都要直呼那行 老李骑着一辆摩托在后面追逐 疯狂的阿祖还是被警车堵住 急忙后退 不料后面杀出个老李 一个飘移 把摩托塞到了汽车下面 汽车原地转圈圈 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之后 爱的魔力终于消耗完 阿祖流着血从车里爬出来 老李看了一眼摄像头 开始宣布他的罪行 阿祖能动手就不逼逼 上来就是一套闪电五连拳 现在正世办法 OMBI 阿祖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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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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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h! Yes! Scare! A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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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瘋得多久了? 嗯? 三十八? 一公斤一時間,你死吧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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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吧,你死吧!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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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祖被成功捉拿 以多项罪名提起公审 至于坏人能否得到惩罚 大家觉得呢?